12号是国父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驻新加坡代表和侨胞一同到当地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也就是晚秦园向国父同向鞠躬致意 当年国父奔走革命 九次到新加坡多次住在晚秦园 也创建新加坡同盟会 驻新加坡代表表示 国父的三民主义带给世人重大影响 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上面 因为很多原因没有能够完全实施三民主义 可是在台湾真的把三民主义完全的实施 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上的民主 经历上的自由 还有人民的权利都得到最大的保障 他为中国的革命付出他的一声 为国家的统一 他不计较他的总统职位 为了让国内的军阀也好 都能够使中华民国真的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的民主共和国 晚秦园现在隶属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管理 这个曾经是孙中山在南洋的革命基地 不只见证南洋华人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也反映20世纪出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多元性 是新加坡相当重要的历史景点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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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